第五十一集 暗流汇聚 当郎一声 拐杖从郭纯之手中掉落在地 老人捂着胸口缓缓地朝地上摊去 苏惊喜面色一变 赶紧过去搀扶 显然郭纯之手压力过大 以致胸臂骤发 此间没有药物 她只能把郭纯之右臂抬起 反复按摩督门内观 试着缓解痛楚 汪急哈哈大笑 她油闲不够过瘾 又添了一把火 其实这一次我设验款待 本来也是想跟您老人家透底的 现在可没选择 投靠了新军 你儿子就是逊于王室的忠臣 若你还想做红夕的忠臣 你也配 是你儿子把太子炸得粉身碎骨 说到一半 声音戛然而止 三个人从竹轩外面推门而入 为首的那人披着一身护怨短装 光头上沾着几缕水草 样貌狼狈至极 那张满怀愤恨的熟悉面孔 却令汪急一瞬间如坠冰窖 太 太子 一个本该成为秦怀水底游魂的家伙 突然出现在面前 汪急若不是四肢麻痹 只会从椅子上跳起来 你说谁粉身碎骨啊 朱瞻基看向这个两天前还在对自己卑躬屈膝的商人 神情冰冷 于谦快步过去 帮着苏惊熙把郭纯之掺起来 两个人四目相对 苏惊熙轻轻摇了一下头 表示回天乏术 那硕如居然就这么被气死了 于谦不由得扼腕叹息 郭纯之是怀左大儒 学术极有造诣 这一闹 可是极大的损失啊 太子此时顾不上去看的老儒 静止走到汪急面前 面带讥笑 都说颜商富贵 本王还不信 今天我才见识到 这别业可比皇家园林气派多啊 汪急的脸颊剧烈地抽搐起来 他的一切自信都建筑于太子之死上 如今太子活生生地跳出来 这位见惯风云的大言商 竟连五官都不知该如何控制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他嘶哑着嗓子 想不通 整整一传火药 居然都炸不死太子了 该死的没死 害怕吧 我在南京城里被珠补花追了整整一宿 这才勉强逃出来 这么大的事 怎么你的同伙没来得及通知你吗 还是说你在他们心中根本没那么重要 他对汪急的恨意澎湃到了极点 不想施以酷刑 而要用言语一句句刮掉这个奸贼的一切 不料汪急听到这一句反倒平静下来 天下莫非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煞血为盟的兄弟 彼此之间甘胆相照不成 朱瞻基眉头一挑 隐隐觉得自己似乎犯了个错误 汪急注意到最后这句话明显刺痛了太子 他心中顿时有了计较 您在宫里听了太多经验 真以为那群俯儒能讲透什么道理呀 告诉你 天下之势从来不是靠虚无缥缈的忠意 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利益来聚拢人心 各怀鬼胎怕什么 貌合神离怕什么 只要利益一致 就不怕事情推不下去 说着说着 汪急双眼中的恐惧消退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坦率的狂热 利益 那你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 朱瞻基质问他 这个疑问他早就有了 汪急已负急将怀 到底什么好处 能让他投入一场风险巨大的阴谋中来呢 好处 当然就是千都之役的废纸 这个答案出乎朱瞻基的意料 可稍一思索便能明白两者之间的联系 倘若京城迁回南京 南北曹运量必然锐减 那么汪急苦心经营起来的诸多黑白产业 比如传运租资资运等等 便会化为乌有 朱瞻基忍不住高声斥责 你那些产业不是违背国法 就是鱼肉百姓 本业何该整治 难道还有什么冤屈吗 汪急从唇边露出一丝冷冷的迹象 若太子你只有这种见识 那还是别等级的好 等级了也只是让大明多一个庸主而已 朱瞻基的心火 噔的一下就爆燃起来 狠狠地抽了汪急一记耳光 力度之大 连自己的身子都被抽得向后一阵 汪急嘴角流出了一丝血来 脸上的讥笑却越发浓郁 太子殿下 您可知道 如今南北曹运每年官运多少米粮 五百万弹 为了把这五百万弹从南方运到京城 要造多少曹船 雇用多少曹工 和物上要养多少脚包 闸工 欠夫 沿途要修多少水次仓 各地周县的征调解送 要动员多少姚义 朝廷每年要拨付多少输郡钱 治黄钱和清资银呢 朱瞻基甩着生疼的手掌 不明白这个严商到这会儿了 还大谈什么数字 曹河之上每一个环节都流进躺银 多少人攀附其上赖死为生 你朱家迁回金陵之后 曹运必非 这些人会怎么想 殿下您真以为只有我对您起了杀心吗 断人财路如杀父母 没有我也有礼籍亡籍 谁敢言千都 谁就是曹河之上的公敌 朱瞻基忍不住 又重重抽了他眼光 放你的野欢屁 曹运费用浩大 百姓不堪重负 千难多而罢曹运 上吏朝廷下回万民 群臣朝义已把利弊分析得清清楚楚 父皇因此才下定决心 皇珠之兆 你这样的蠢虫也没评论 大义归大义 利益归利益 太子你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难怪成不了气呀 国家用度 百姓安危 怪我一个严商匹事 反正谁动我的馒头 认你是皇天老子 也要搬上一搬 不止是我 整个曹河如今就是一条巨大的毛龙 谁想要碰他 就一定会被狠狠咬上一口 除死方休 这才是天下的治理 你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太子 能理解吗 朱瞻基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他想起苏京熙此前提过 南京城里的大小官员 对于迁都颇为惶恐 间接导致了朱补花的夺权 原来曹禄之上也是暗流涌动 东水关前那一通爆炸 不是来自几个萧小的歹役 不是来自篡位者的野心 而是迁都之意掀起的无数暗流汇聚之后的必然结果 那个幕后黑手竟利用父皇的迁都之意 把所有反对者都绑到了一条船上 你爹就是个天真的蠢才 什么迁都匪曹体绪民力 简直可笑至极 真以为钱是省出来的吗 连村头的货廊都明白 银钱如水 温有流动才能活起来 曹河一匪 南北断绝天下 炖成死水一潭 他一个穷胖子知道后果吗 汪吉越说越亢奋 竟直斥起皇帝来 于前发觉 太子的情绪有些动摇 赶紧过去 低声提醒道 殿下 不要被这个反贼的话所获 他是故意的 他见朱瞻基正正的还未恢复 索性主动上前 大着嗓门呵斥道 你如今穷途末路 快说出谁是主使 或许还能获得宽幼 汪吉突然抬头宁笑 太子你一个将死之人 何必知道这么多呢 话音刚落 他猛地向后仰去 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 随即 竹轩里传了一声 喀啦 地板上突然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方洞 吴定源发觉不对 向前抢去 可惜终究慢了一步 汪吉直接翻入洞中 随后一扇铁栅门弹转而出 牢牢地盖住了洞口 吴定源俯身去转 发现铁栅门内侧 被粗大的铁门给卡住了 除非拆掉整间地板 否则绝没有办法从外侧掀开 这东西叫做密格 民间也叫寄命 是江南大户人家里 颇流行的保命之物 倘若遇到盗匪强梁入宅 秦吉来不及保官 主人便会携带家眷细软 钻入密格之内 内有饥黄封锁 外联同龄示警 寻常兵刃根本就撬不开 令强人知难而退 汪吉作为扬州盐商 家里暗藏几间寄命 实属平常 他刚才中了苏经熙的毒 四肢麻痺 所以才故意引动郭纯之 与太子发怒 只要他们一动手殴打 获得身躯后遗 他便能够勉强摸到 暗藏旁边的机关 打开地板下的密格 朱瞻基没想到 这家伙死到临头 居然还能翻盘 他冲到铁炸盖门前 双足又踏又踹 那盖门却纹丝不动 汪吉的声音 从铁炸盖门的宽大缝隙中 传出来 没用的 太子殿下 这密格是铁礁铜柱 凭你们几个人是打不开的 可你也别想离开这乌龟壳 我用不着待太久 铁门一关 连着正厅的铜铃就会响 等我家护院一到 你们都得死 朱捕花在南京城 没杀成你 我在扬州替他完成便是 汪吉有意停顿了一阵 却没有听到期待中的惊骇与绝望 透过铁炸 他注意到那个叫吴定元的瘦高男子 正充满怜悯地注视着自己 凭借多年悦人的经验 汪吉感觉 那是一种注视死人的怜悯 下辈子搞阴谋 记得提前查查黄历 吴定元伸出一根指头 晃了晃 今日 不移入土 他的话音刚落 只听竹轩外面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 低沉隆隆 似是远方在敲响嗷骨 有此巨兽在叙事沉吼 这声音绵绵不绝 无处不在 汪吉听到 门外几只白鹤 发出清脆的门叫 嗨打着翅膀要飞起来 似乎预感到有什么危机了 而竹轩里的其他人 瞬间都离开了 没过多久 汪吉听得更清楚 原来这是水生 准确地说 这是江水奔涌之声音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不知有多少次 他在清晨站在寒江岸边俯瞰曹运 水声越响亮 江流越丰沛 这江流越丰沛 他柜上的钞银便收得越多 如今这美妙的声响 却化作无常的族音 有远 极近 直逼而来 不过几个呼吸的间隙 一圈白花花的江水 奔涌至盆地边缘 水性善下 江水一见到林花藏池这种低洼盆地 便如猛虎一样狂性大发 咆哮着狠狠扑下 巨大的水流化为最残暴的流寇 踏平了沿途的一切花草 冲垮了竹轩 然后 向竹轩下的密阁里疯狂地灌入 汪吉拼命想挪动手臂 打开头顶的铁栅盖门 可是四肢沉重呆滞 这个牢固无比的密阁 此时却成了催命的棺草 汪吉还没有来得及 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呐喊 整个空间里便被江水灌满 第五十二集 柳暗花南 此时的朱瞻基 吴定远等人 已经攀到了藏区的边缘高处 他们目睹江水倒灌而入 迅速把整个藏区给填满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壶 壶面浮满了凌乱的散碎花瓣 那两只之前惊走的白鹤 从天空盘旋几圈 徐徐落回到壶面 宛若直翻的济铜 一带岩商就这么死在了自家的宿命里 纵然是这些人与汪吉有着深仇大恨 一想到水底竹轩如今的惨状 不免都有些唏嘘 江水灌满了藏区之后 仍不罢休 继续蔓延扩散 汪家别业 转瞬间变成了一片泽国 吴定远他们站立的这一片土坡 也只剩坡顶一片汉土 眼看也要磨顶了 远处 一条山板飞速而至 谢三发与正式兄弟 在船里卖力地撑着高 他们虽然体力衰微 到底是惊艳老道的船户 把山板石弄得像一只水泡灶 很快就滑到了坡顶附近 怎么来得这么晚 就是王八也该爬来了 三个船户连连作医告罪 脸上的兴奋却遮掩不住 大敌一去 他们不必去做桃户了 挨几句骂不算什么 谢三发赶紧招呼众人上船 朱瞻基一撩袍子 先踏上去 回首对吴定元高声笑道 好那个吴定元 简直成了水淹七军的观云场了 吴定元细闻听得不多 不知太子这一句是夸赞还是嘲弄 索性就转过脸去 装作去观察水流去向 这场离奇的洪水 确实要归功于吴定元 吴定元被朱瞻基救出水牢之后 注意到一件怪事 那个被踹翻的酒坛子 酒溢出来 却朝着别叶的方向流去 这太奇怪了 按说水牢多是修在宅底里的低洼处 酒水应该朝那边流啊 这个流向却是相反的 吴定元又问过于谦 发现他从别叶跑到水牢 要上几段台阶 换句话说 别叶的地势居然比水牢还要低 而水牢与寒江水位平齐 那么别叶也必然比寒江水面要低啊 于谦记性好 他把汪管家对林花藏池的介绍 一字不漏地付述给了吴定元 吴定元这才明白 别叶这个奇怪的格局 是为了照顾林花藏池的盆地格局 别叶的位置低 就可以直接从寒江饮水 顺渠浇灌花藏池内的七花异草 当然了 为了防止江水漫溢 别叶沿江边修了一道堤坝 但是对要诚心搞破坏的人来说 这不是什么为难的阻碍 吴定元带着朱瞻基于谦 刚往竹轩的同时 那三个船户把那堵双层砖石墙 彻底拿掉 这样的买 被堤坝挡住的寒江水 便气势汹汹地闯入整座别叶 船户们又跑到码头上 把那条小山板解开 滑过去接他们 众人一一上了船 山板朝着高处尽力滑去 沿途可见 别叶大部分都被寒江水分没 只有几栋高大堂羽 还露出半截污几 远远望去 犹如孤岛一般 水中不时还有人影沉浮 看服色应该是那些护院 可怜汪家那十几个精锐护院了 他们听到统领响动之后 急忙赶去竹轩救主 可是走到中途 症状上第一波浪头 直接被冲了七零八路 扶上来的还算好 有几个倒霉鬼 被直接卷入林花藏池的底部 给他们的主人一并殉葬了 看那边 船头树杖开外 一个人抱着半截狼柱 正在水面挣扎 朱瞻几一看 冤家路窄啊 正是汪管事 他吩咐郑家兄弟 把山板开过去 然后蹲在船头 笑眯眯的看向他 汪管事 你这是在捉蚊虫呢 汪管事哪里还顾得上旁的呀 一叠声的喊着救命 朱瞻几指指他怀里 又指指自己 汪管事灯食会议 勉强抬起一只手 从怀里 把那一袋子和谱珠子拿出来 交到朱瞻几的手里 也幸亏他今晚一直在店里 没顾上回房间 所以珠子一直揣在怀里 串了一圈 目亏远主了 见着汪管事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狼狈样 朱瞻几突然连报复的性质 都没有了 他让汪管事扒住船帮 但是不许上船 吃些苦头也就过去了 太子直起身来 把珠子扔给吴定元 你叔叔少了没有 少一枚 我把他再踹下去 吴定元接过去 仔细数了一回 撤踩往怀里一塞 此时苏惊熙正蹲下身子 仔细地为郭纯枝 整理着衣襟 一带怀左硕如 平躺在船头 气息全无 于前扼腕痛惜不已 身为国家失去一文宗 而遗憾 他见苏惊熙服侍不语 想出言安慰一下 不料苏惊熙很快便抬起身子 表情平静 对郭伯父来说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前登师无语 他说的一点也没错 郭知敏参与了某次太子 日后太子登基之后 郭家别想有好日子过 郭纯之意思 等于是为儿子赎了罪 至少郭家合族不会被牵连 但是这反应也太冷淡了点吧 好歹你也是郭家没过门的媳妇 是吧 三日之内未婚夫与未来公公相继身亡 怎么这口气冷淡的像在谈论两个路人呢 于前正要追问 一旁的吴定源却把猪带甩到了他的嘴边 你去数数珠子短没短 少管别人家闲事 于前性性地扯开口袋 转身一枚一枚地数了起来 吴定源俯身下去 把郭纯之的尸身挪到了船尾 然后转身离开 于前这边把珠子重新点数了一遍 一抬头看到苏惊熙伸过手来 手里是一封没有拆开的信件 这是什么 我在郭伯父怀里发现的 似乎刚从京城寄来 私人齿素 交给他家人便是 干嘛给我 朝堂学问之事 非名女所能插嘴 不过 郭伯父赴宴 为何要把这封京城来信 带在身上 他是不是要给汪极展示 于私之熟悉官场 或许能力接下来的旅途 有所参见 对太子一方来说 京城一直笼罩在一团迷雾 之中 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张皇后的一封密函 再无半点透露 这封信既然被郭纯之 带在身上来见汪极 很可能与京城之事有所关联 于谦深深地看了苏惊熙一眼 把信封接过来 封皮上是两排墨字 赫山先生敬起 乔骏张全 笔法囚禁玉伯 迫得严鲁公行书的神韵 他还在想 这乔骏张全是谁啊 扇板轻轻于产 原来是船头撞到了一处土岸 就此停住了 于谦把信拢在袖子里 跟着众人跳下来传 信里写的什么 暂且不急着看 于谦想到 眼下还有一桩更重要的事 公子 咱们接下来怎么找船呢 干掉汪极固然决意至极 但是也断绝了拿到舰收的可能啊 眼下距离进仙船出发 只有一个多时辰 深更半夜的 去哪家大户再去弄一份推荐呢 朱瞻基皱着眉头 看了一眼扒在船尾的汪管事 就说要不让这家伙送他们上船 但是这个建议 立刻被吴定员给否决了 汪家别业覆没之事 天亮之前就能传遍整个挂州 这时候你让汪管事带人上船 为所必然生意 反而更加危险 可是 若赶不上这趟船 就来不及了呀 于谦焦虑的原地转着圈子 感觉脑袋一阵胀大 这时候 一个意外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你们是要去京城吗 众人一起抬头 发现讲话的居然是郑显涕 郑显伦一扯弟弟的袖子 那些人讲话 你乱插什么嘴 吴定员视线扫过去 淡淡地说道 你弟弟比你有见识的多 让他讲 经过这场小洪水 郑显伦对吴定员十分忌惮 吓得立刻缩起脖子 吴定员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我们急着赶去京城 这个是谁能出港的 只有植入京城的进贤砖 郑显涕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 吴定员微微点头 他在水牢里就看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 跟那两个懵懂夯祸不一样 那你们有办法送我们上船吗 没有 那你们能送我们去京城吗 郑显涕有点羞懒地抓了抓头发 京城太远 我们可送不动 但是可以把公子送到淮安 我们家每年都要走几次淮安 对这条线灌熟得很 你们到了那儿啊 再找船北上也不迟 于谦眼睛一亮 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案 可是他随即眼神又暗淡下来 你们几个穷船户 哪来的船呢 几百辆的草船我们没有 但自驾的乌棚泥修船 总是有几条的 装四个人足够了 可是名户的小船 能走草河吗 于谦又提出一个担忧 如今草水不足 官船发得尚且不多 曹运衙门怎么会让民船使用呢 您有所不知 从瓜州到淮安清口的这一段运河 叫做胡草 沿线有江都的邵博湖 泰州的张良湖 碧舍湖 再往北则有借手湖 四光湖 宝印湖等 湖面宽阔 水道纵横 官家的巡检 根本抓不过来 咱们不装货 只装人 吃水没那么深 可以从浅滩穿火 走丝岩的水路 两日之内 准保能到回岸 他侃侃而谈 显然十分熟人 于谦听了这话 觉得大为欣喜 可是又隐隐觉得 好像不该为这种违法之事高兴 朱瞻鸡全没想那么多 一排巴掌 你很好 很好 郑显替半跪在地 双手抱拳 我等被公子救的性命 免具逃护之苦 这是大恩情 船上人家 讲究有恩必报 金龙四大王 才不会责罚 这个金龙四大王 是曹和的河神 一抬出他的名号 谢三发和郑显伦 也只好一起跪下来感谢 朱瞻鸡连声说 不必不必 可脸上那点微微的得意 扯掩不住 日后写入史册 又是一段军衔民中的佳话 看到此情此景 吴定元在一旁轻哼了一声 他知道 郑显替这小子 肯定觉察出点什么 所以才如此热情 不过 为了能尽早离开 这点小心思便由他去吧 说到小心思 吴定元朝搁浅的山板上 瞥了一眼 只见苏惊熙守在郭纯之的尸身旁边 一言不发 他夺步过去 站到了船边 要我帮你把尸体抬下来吗 不必了 留在山板上好了 出发前 我会请人给郭家捎个信 让他们来收敛 你一点都不难过 苏惊熙猝暇地看了他一眼 你刚才还嫌于谦多管闲事 怎么自己也这样 茶水聊暖个人知 你到处打听别人的心事 到底有什么居心 这是在宗伯向前 吴定元顶苏惊熙的原话 现在被他一字不改地扔了回来 吴定元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他跟这个女人交谈 从来就没有站过上风 第五十三集 九日之隔 吴定元和苏惊熙 就这么站在水边 久久不语 一阵夜风悄然吹过 薄薄的云矮就此散去 寒江上空 一条壮阔的银河 显露出争容 无数星斗高悬夜空 熠熠生辉 那光芒如佛法压颜圆容 如道经精微纯彻 汇聚成一种 让人坦诚的莫名氛围 笼罩在大地之上 吴定元仰望着星空 忽然开口说道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说我藏的心事 不能靠喝酒来解决 举杯浇愁不能愁 苏惊熙忍不住 眼口笑了起来 边笑边去纠正 是举杯萧愁愁更愁 比太白的 好吧 做人坦诚 你对心无负累 我今天在水牢里 对太子把心事都说了 就是跟你说一声 那倒真是一个坦诚的好地方 感觉有没有好点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 哪里顾得上想这个 但确实舒服一点了 苏惊熙鼓励地 拍了拍她的肩膀 万事开头难 只要有分享心事的意愿 便是一个好的开端 那你呢 苏惊熙的动作 一下子僵住了 她转过脸来 月光下的轮廓 多了几分柔和 我怎么了 吴顶元叹了口气 她决定还是不绕圈子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一直在试着控制我们 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整个逃亡队伍里 苏惊熙一直非常低调 吴顶元回顾了逃亡的过程 发现这只是 她刻意营造出来的假象 她总在关键时刻 点上那么一句 不动声色地 引导着其他三人 然后 把她自己隐藏起来 像是一个无关的局外人 朱瞻基和于谦 对此几乎没有察觉 即使是吴定元 若非刻意留心 也很难发现 身上那条淡淡的 被牵引的丝线 不愧是在精灵捕破 其案的人 真是目光如炬 别岔开话题 到目前为止 我可曾害过你们吗 没有 但不代表将来没有 那 要不要我也对着 那个香儒起个事 我们精灵有句话 新成拜神像 新杂拜泥头 你心里如果不成 拜什么都是泥头 起事又有何用 你听到未婚夫身死 看到未来公公去世 只是略有惊讶 可在神策闸前 一提到那个王姑娘 心神大变 你这么善于控制 自己情绪的人 怎么会那么势态 那个王姑娘到底是谁 果然 苏京熙的面孔 在煞时间动摇了 那曾从容的神情 露出一丝 曾在珠补花前 展露出的怨毒 他徐徐从山板上 站起身来 抬头看向夜空 星光映入双眸 如同照彻清冷湖底 牵引出两道 幽深的目光 吴定员警惕地 把手放在腰间 随时准备防备 他又发疯 不料苏京熙深吸了一口气 却先问了个 古怪的问题 告诉我 你为何要保护太子 为我爹报仇 还要去救我妹妹 这你不早知道了吗 我和你一样 也是为了给一个人报仇 才会北上京城 苏京熙刻意 站开了一点距离 双眸视线 从天空稍稍平放 看向北方 那暗淡的地平线 目光中 有锋锐 有悲伤 还有因悲伤 而产生的坚韧 不知为何 吴定元心中一动 似乎从这目光中 感到了一种力量 一种自己可盼已久 却迟迟不愿触碰的力量 吴定元的肩膀 不欺然地放松下来 苏京熙的眼神 没有丝毫作为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依我有私心 这是对的 就算去向太子 于私职告发 我也毫无怨言 不过 我相信你会理解我 也只有你能理解 当一个人 失去了一切之后 复仇意味着什么 我们原是同路之人 这句话 如同一把重锤 敲在吴定元的胸口 苏京熙微微一笑 只是那笑容有些疲惫 也许再遇到像汪家水牢 那样的处境 你我之间也会变得 更坦诚一些 但不是现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眼神始终看向北方 远处夜色如木 江山模糊 吴定元不知道 在这个方向 他能看到什么 或者说 他想看到些什么 但是吴定元没有再问 我会一直盯着你 红西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 更吟 此时正值午后未时 一天之中 日光最盛之时 天又赶上天无薄云 热力毫无遮掩地 颇杂下来 宽阔的曹河 被照得一片明晃晃 极为耀眼 仿如一条从钢锅 倒入化渠的明亮铁水 黏匿的湿气 从小船四周的水面 蒸蒸而起 自乌棚的孔隙 钻入船中 紧紧扑在乘客们 裸露的肌肤上 像是一层浸透了 米浆的竹帘纸 让人肩于呼吸 困于挪移 按说这小船 已经进入淮安附近 气候只该比南京 更清爽才是 之所以如此闷争 也并不完全是天时之骨 也有人力之功 倘若有乘客不但曝晒 站在船头远眺的话 他会发现 这一段草水风景 与别处大不相同 之前从瓜州至宝印县 运河两岸植被十分繁茂 不是滴上柳荫成牌 便是摊边大片芦苇 植草丛生 满目皆是浓浅不一的活绿 令人心胸舒畅 而此刻的曹河两岸 半点绿意也看不到 所见之处 皆是土黄暗鹤 黑灰色的交错对垒 土黄是连绵不断的 夯土堆料台 与船雾 暗鹤是临次致笔的 工坊棚射 黑灰色则是高高飘扬 在工坊上空的炉烟 随着小船行进 不时可以看到 无数匠人像蚂蚁一样 攀附在各种巨大的龙骨之上 垂凿赞幅 交香飞舞 叮当声不绝于耳 河面之上 弥漫着刺鼻的铜油 与石灰味道 这等烟火噪音 也难怪乘客们觉得口干舌燥 胸中闷火中烧 公子 这一带船雾侵占了不少浅滩 咱们只能走水到中线 时刻必让大船 所以速度会慢一些 郑显替头戴斗笠 手指长高 转头对乌棚里说 朱瞻基从乌棚里 不情愿地探出头来 向岸边扫了一眼 怎么这么多船厂 淮安这里 有一座青江都造船厂 所有南直立 和浙江 湖广江西的里和曹船 都在这里营造 造好了 就直接顺着曹河 开去各处为所了 不过 咱们现在看到的 只是浙江厂的一部分 中都南直立的大厂 还在北边的新疆县呢 眼前的景象 已十分热闹 若这只是区区异常 那整个淮安的造船工地 该是何等壮观呢 朱瞻基想到这一点 顿觉舒心 这说明国力由胜了 摩定员对船景 不感兴趣 这船能开到哪里 咱们刚过宝银县的瓦电铺 再往前走个一二十里 便是十家当 再往前就不成了 船头没有票牌 河上巡检会直接拿人 我们要在哪里下船 石家当旁边 有一条清溪沟 我的船能拐出运河 顺沟再把你们 向东北送出去六里路 接下来 你们就得等俺自己走了 郑险替怕他们误会 又连忙补充道 那边不是关岛 但有一条大路 直通淮安城里 也就二十级里路 不妨 你们辛苦了 朱湛基抬了抬下巴 郑险替忙空出双手来 打工作义 他哥哥郑险轮在旁边撇撇嘴 依旧滑动着船桨 吴定元犹豫了一下 递给他们一枚珍珠 郑险轮正要收起来 郑险替却连忙使了个眼色 我等是为了报恩 怎么还要收恩公的传资 他估计 早就对朱湛基的身份起义了 与其此时收了实惠 不如表现了大方一点 赌一场未来的富贵 吴定元一听 立刻把操着珍珠的手 缩了回去 反正将来赏赐 也是朱湛基出钱 就不必用他的积蓄了 要说这两个兄弟也着实辛苦 他们在瓜州带着太子四人 上了自家的乌棚船后 一路北上 从二十日清晨开始 日夜兼程穿行了 泰州宝印十几个湖泊 在二十一日下午 抵达淮安县境 两日之内行了近三百里路 确实比寻常骑马要快多了 乌棚船又走了一个时辰 在一处废弃的草场旁停住 这草场本是给百户 为所安置的窝铺 后来呢 百户为所搬迁 这里就没人沾草修补 所以荒废至今 成为私泛流民的中转之地 众人下了船 正要跟郑氏兄弟告别呢 不料于谦忽然喊道 你们两位等一等 他这一开口 朱瞻基和吴定元才想起来 这位大嗓门一路上出奇的安静 既没有喋喋不休的劝谏 也没有引经据典的介绍 地名典故 一反常态的待在乌棚船里发呆 似乎在思索什么 虞谦让那两个人在船上稍后 然后走到了太子面前 之前那两个船户在 臣不能明言 如今有一件钥匙 要与殿下商议 说完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递了过去 朱瞻基一脸诧异地接过信来 一看到这信皮上 乔骏张全四个字 脸色立刻变了 别人不知道 太子可太清楚 这个乔骏张全是谁了 乔骏也就是今日之永城 那是他母亲张皇后的相关所在 张皇后有两位亲生兄长 分别是彭成伯张厂 与惠安伯张生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自幼养在家里的足弟 叫张全 朱瞻基的这个小舅舅 不是直戏 没有爵位 就闲居在京城 不过张全能文能武 单清书法 金石音律 无一不经 也爱好奇舍田烈 加上他长袖善武 与各色人等都来往甚密 在京城颇有名士之名 众人都称他一声张侯 太子很喜欢这个 擅长各种玩乐的舅舅 两个人感情甚堵 以张全的交际 跟怀左大如通的信并不奇怪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个巧合透着几分蹊跷 外面日透太晒 朱瞻基拿着信 走进附近一间草炉 在一处废灶台上坐定 迅速拆了开来 发现里面只有极薄的一张短件 折痕甚重 信里一手漂亮的掩体 确实是张后手笔 信里的内容 除了立场寒暄 只是略谈了下左传经义 向郭纯之请教 郑伯克段于焉 这里面的关于克字的理解 以及请他去南京探望一位 叫楚东的故友 朱瞻基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 也没看明白这信特别在哪 他甚至把信间举起来 对着阳光 一无隐闻 您看这日期 朱瞻基歪了歪头 发现落款日期竟然是 5月12日 第五十四集 抵达淮安 太子终于察觉到古怪之处了 红西皇帝5月11日不遇 张权身为外妻 次日怎么还有闲情意志 跟人讨论经学呢 朱瞻基看看于谦 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只是可于臣子之道 不好说出来 而于谦不愿意说出的是 只有内意见 太子想到张皇后的密信里 用的是一方 藩王亲亲之宝 而张权的信里讨论的经意是 郑伯克断于烟 郑庄公的弟弟 贡输断计于军位 被兄长在烟地击败 两处暗室合在一块 结论简直呼之欲出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不是岳王 就是香谢王 可是张权为何要写给郭纯之 郭纯之又为何带去给汪吉呢 朱瞻基有些口干舌燥 殿下您细想 张侯平日闲居京城 宫中出世之后 他恐怕是唯一还能自由活动的人 臣妄自揣夺 很可能是张侯察觉 宫中情况不妙 果断以隐语传述 让郭纯之 借汪吉之手来向殿下示警 您看 心中让郭纯之 去南京探望固有楚东 名字拆开 岂不就是 储君东宫之意吗 这话略有弯绕 不过朱瞻基很快便能理解 张权与郭纯之一直有联系 而郭纯之与汪吉是始交 汪吉作为杨淮巨骨 太子路过时 一定会设宴款待 张权想要通知太子 这是最快的一个办法 至于说 汪吉也参与了阴谋 这却不是张权所能预料的了 舅舅对我好 这我知道 可这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 这姓不是重点 而在姓角 朱瞻基再定睛一看 发现右上角似乎有一团污渍 看形状与颜色 似乎是鸽子屎与蜡渍的混合 飞鸽传书 不错 从姓间折痕来看 这不是寻常的合掌者 而是屏风秘者 应该是为了便于放入杏哥腿上的小简里 用腊丸封住 这封信 应该是张侯飞鸽传给郭纯志的 太子除了斗虫 对养鸽子也颇有信德 他激动地抓住了于谦的肩膀 飞鸽有来必有往 我舅舅既然有鸽子去郭家 郭家必然有回鸽到京城 我写封信到郭家 就有办法跟舅舅联系上了 太子想到这里 梅雨之间的玉气消散了不少 严角甚至浸出了些许失忆 之前他最郁闷的是 对京城动态一无所知 父皇是生是死 母后是求是纵 两位藩王有何手段 那一干众臣到底在干什么 他一概不知 几乎是闭着眼睛 往京城这趟浑水里扎 若与张权见到 便能从舅舅这里 获悉第一手资料 地位争夺这种事 往往一丝微弱的情报偏差 便决定生死 当年李建成李源吉二人入宫 不知玄武门守将长和 已被李世民给收买了 结果惨被杀死 这就是显力 朱瞻基从宝传遇难开始 遭受到了一连串沉重打击 孤立无援 心境残破不堪 此时终于有机会联络上一位亲卷 有如九汉逢甘霖 那种将见到亲人的感动 是于谦吴定源和苏京西几人 所无法取代的 现在请殿下在信里留下一道暗记 确保只有张侯一人能够看懂 然后请郑氏兄弟 跑一趟泰州郭家 于谦又看向苏京西 也请苏大夫留出一枚信物 让郭家配合放出信歌 苏京西名义上是郭家没过门的少奶奶 她轻轻汗手 表示此事不难 那么我们和舅舅在哪里相见 臣在船上已经算清楚了 我们今日从淮安出发 明日正是兄弟抵达泰州 放出飞鸽 三日骑到京城 也就是说 我们从淮安北上四天之后 张侯差不多开始南下 算一下双方角城 恰好在林青相见 那里位于惠通河的北端 是曹河之上的重要枢纽 用来约见 两下接变 很好 那我们就跟舅舅到林青碰头 朱瞻基从灶台上跳下来 兴奋不已 随后他提供了一条暗记 让于谦写入纸条之中 苏京西又拿出一枚信物 一并交给正氏兄弟 正氏兄弟并不知道密信内容 他们把信函郑重揣好 告别众人 摇着船朝泰州而去 而其他三人拿起行李 跟着心情大好的太子 朝淮安城而去 他们登岸的这个地方 叫老淮浦 距离淮安城大约还有二十几里路 有一条上算宽阔的罗道相通 不过 这么一个大热天 徒步行进 北施辛苦 四个人走了三里多 头上便冒出细细的一层汗来 吴定员观察了一阵黄土路面上的车辙 发现颇为密集 大概附近有急震之类的地方 于是他就建议 找个树荫等候一下 果然过不多时 便有一辆牛车缓缓开过来 车上装满了借菜 下货菜 院菜等 赶车的是个去淮安的菜贩子 他们稍微花了点钱 菜贩子便让四个人上了车 朝着淮安城的方向持去 反正这牛车晃晃悠悠走得不快 一路上 于谦的这个画牢就开始了 兴致勃勃的就给他们 续道起了淮安的情形来 淮安这个地方 号称天下之中 北落黄淮 南通大江 西连汝州 东敌海州 可以植入东海 所以这里可以说是 江淮之要津 曹渠之交通要地 就连朝廷六部 都特地把淮安府 单列出来指管 可见其地位之高 你快说说 一会儿我们怎么坐船 朱瞻基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淮安比瓜州要简单多了 这里商谷云集 名传甚多 咱们直接去清口 随便挑一艘快潜的 进仙船就行 不会再出什么岔子了吧 太子还记得瓜州的事 于谦朝身后看了眼 无论南京还是扬州 都在遥不可及的天边 朱捕花 梁兴府和汪极已死 他们只要隐匿身形 很难想象会再出什么麻烦 殿下宽心 接下来肯定是一帆风顺的 于谦信心满满地回答 同时他仰起手来 学着吴定元的样子 用力握紧 一只长手突然伸了过来 把于谦头顶的罗帽 粗暴地给拽下来 他眼睛一瞪 正咬发作 吴定元已经把帽子 扣在了自己脸上 在蔬菜堆里 发出了憨声 于谦有些委屈地 看向太子 朱瞻基却摆了摆手 让他不要打扰 之前在船上 吴定元一直都没怎么说 他对正式兄弟 并未完全放心 始终监视着航向 现在才算能够 稍微松懈一点 哪怕他问我一句 难道我会不接他吗 不告而取是为 太子捏了捏鼻梁 爬到蔬菜堆的 另外一侧 虽然有点个 好歹能落个清净 苏惊熙看着好笑 就把手帕掏出来 递给于谦 多少能遮点阳光 约么一个时辰之后 牛车终于在 5月21日的深时 抵达淮安城南门 其实淮安一共有两座城 一座是旧城 本是唐代的楚州城 城北毗邻淮河 到了元代 首官觉得旧城残破 修气不易 所以在西北方向 一里开外 又修了一座新城 斜斜与淮河相邻 直到青江浦为止 牛车抵达的 正是旧城的 一阳门下 跟远处新城那道 巍峨的青砖城墙相比 旧城外包砖壁的 夯土城墙 显得十分破落 敌楼的顶级 连乌瓦都残缺不全 远远看去 好似一阳门上 顶着一个老瓜巢 城门虽破 城内却颇为热闹 四个人进城之后 迎头先看到一条 四丈宽窄的石路 路面是用一条条 长短不一的 青灰条石拼接 并用鹅卵石 补坠空隙 据说 淮安当地的商谷 每次出行 都会带回一块石板 铺在自家门口 久而久之 集夜成囚 所以铺出了 这么一条气派的大路来 这传说虽不可信 但是淮安之富庶 繁盛可见一斑 十条路上车马 络绎不绝 行人摩肩接踵 眼前晃的 不是胡愁 就是赎紧 多是南北客商 石路两侧 则是学南京样式的 狼铺 一排排的钱庄 当铺 酒肆 食摊 瓷器 杂货等 要什么 有什么 不过 没有什么大宗买卖 竟是 要人享受的去处 这些店铺 齐晃交错 牌匾接连 伙计们都施展出 浑身解数 卖力冲着街面吆喝 这也是淮安城的 一大特色 新城地势开阔 库仓宽敞 多时却谈大笔生意 谈完了 还得回旧城来放松 诸多老字号 老居民都在这 底蕴非新城可比 当地有句话 叫做 新城谈生意 旧城攀交情 他们四人走在街上 从区区一个直立州的旧城里 竟感受到了几分 南京 扬州 杭州的气象 这都是曹韵带来的丰厚好处 朱瞻基 默地回想起来 汪吉曾说过 曹和之力 汇集百万 如果迁都之后 这番热闹景象 怕是不复见到了 他低头琢磨着 厉害得失 肚子突然不争气地 咕了一声 这才想起来 自从离开南京之后 还没怎么正经 坐下来吃东西呢 旁边苏金兮耳朵略一歪 开口说道 我有些饿了 先吃些东西吧 于谦觉得在外面吃饭 有些太招摇 可是朱瞻基 已抢先说道 好 先填饱肚子 再说别的 于谦跟吴定元 低声商量了一下 决定 先让吴定元 去找个当铺 拿和谱珠子 去换些散碎银两 与宝钞 方便开箱 其他人 则找个十四歇脚 去哪里吃 却成了个问题 于谦和苏金兮 都听太子的 可是朱瞻基 瞧了半天招牌 眼睛都快花了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才好 怀恩这里 是南北分界 所以口味最杂 里面兼备 鱼羊皆有 殿下 尽可以随口味来选 听了于谦提醒 朱瞻基这才发现 石鹿两侧的 招摇齐黄铃 步伐火烧 扁食 还有蒜面 秃秃麻食等字样 这都是北方才有的吃食 他毕竟生长于京城 虽然江南饮食 精致细腻 可这肚子一旦真饿起来 非面食不足以抚慰 咱们就去 吃一碗蒜面吧 朱瞻基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玩意儿 在京城夏天 颇为流行 可惜身为太子 吃一嘴蒜臭 有失体面 宫里很少能吃到 于是 他们静止去了一处 还算干净的面铺 这面铺不大 里头只摆着七八张木桌 不过装潢却颇有味道 墙壁粉白 上头还提着一首诗 家在梅高旧宅边 竹轩晴雨 楚泼连 济河相绕 垂边绣 阳柳风横 弄敌传 尘埃十周烟岛路 四邻千情 西洋川 可怜时节 堪归去 花落原体 又一年 这乃是 晚唐名家 赵承佑的 一山羊 于谦独霸 赞叹不已 连饮车 卖浆之流 都这等好品味 淮安 果然文教甚厚 太子鸡肠碌碌 哪管什么诗词 先行做主 点了三份妇罗蒜面 外加一壶 倒了碎冰茬的 酸梅汁 一碟 第五十五集 淮安地势 过不多时 伙计端来了三个粗瓷大碗 咣当搁在了面桌上 这碗里啊 是刚烫熟捞出来的 金白细面 过了一道凉水 所以看上去 全躯盘结 根根分明 桌子上有一个 小长口罐 里头是满满一罐 暗褐色的蒜汁 时刻可以根据 自己的口味 自己咬 这个蒜汁 可不是纯蒜 里头拌了细盐 生姜末 葱白 还有熟芝麻 花椒等 考虑到南方客人 比较多 店家还特意 撒了一把水禽钉 朱瞻鸡早饿得不行了 拿起勺子 厚厚地浇了一层 再点了几下香油与陈醋 筷子这么一拌 便风卷残云般地吃了起来 于谦耸了耸鼻子 勉为其难地吃上几口 便把筷子割下了 苏京西则忽来店家 单独点了一份软兜长云 自顾自夹起来小口吃着 朱瞻鸡稀里呼噜地吃下一碗 又把于谦的面给断了过来 也是一扫而空 吓得于谦差点跪下 这可是如假包换的 推食解衣啊 可是总觉得哪里不对 太子吃完于谦的 又见苏京西碗里的长云 乌光油亮 条条分明 不由的喉咙又滚动了一下 你吃的这是什么 苏京西抿嘴笑了笑 淮安此间最有名的 换作全扇系 能用扇鱼做出各种菜色 足可摆满一系 这道软兜长鱼 是掐出笔杆青小扇的几背肉 万火烹油 片刻集成 既得其熟香 又留其鲜嫩 说完 苏京西取来空碗 给太子剥去大半 朱瞻鸡也不客气 举块就加了一条 扇挤软软的两头垂下 果然如一条软豆 这东西一入口 真是滑嫩无比 好似自行往嗓子眼里钻似的 再细细一嚼 油香四溢 顺着齿缝与蛇根散溢开来 四肢百孩 顿时皆沉浸在欢愉之中 其实他之前去南京的路上 淮安官员也招待过他 只不过那时候 山珍海味吃得多 味贱有多出奇 什么美食都不如饿得紧 如今吃起来 真如生鲜一般 这时候 吴定元也到了 他先看了一眼桌子 问谁点的蒜面这么臭 朱瞻鸡脸色一黑 正要发作 嘴里先打了一记响亮的宝格 吴定元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结果这头又骤然疼了起来 这俩人实在吃不到一块 吴定元只好坐到临近桌子 问店家另外讨了一碗贬食 埋头吃了起来 于谦坐到他对面 问对了多少三千 吴定元有些气恼地拍拍桌子 怀安这里民风太过狡猾 在当铺里压了十枚珠子 只换了一百两文银 二十两一个 一共五个大银定和两百罐宝钞 当铺的嘲讽太黑 这个价格明显压低 银定成色也不足 若非有事 我非好好寻他们一个麻烦不可 一群寻珠必争的黑窝贼 使资珠必争 苏惊熙抬头提醒了一句 又垂下头去 于谦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吴定元就撇了撇嘴 这其中差价也寄在账上 到京城你一便要还 于谦听罢 默默回到太子那桌 低头扒了起碗里的面来 临桌那扑面而来的穷酸气 就这面吃几乎可以不用放醋了 很快 他们都吃饱喝足 尤其是朱瞻鸡 他探着肚皮连连打嗝 饱食过后 不宜挤走 于是大家一边喝着酸梅汤消食 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谈着 享受着难得的隐匿时光 说来说去 不免说起眼前的曹韵来 雨倩 我们何时动身去寻船 淮安与别处不同 您就算找定了船 也得等上半晓 所以不必着急 说到这儿 雨倩笑道 公子 您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若是放在十几年前 曹韵过淮安 可是件极其麻烦的事情 哦 为什么 雨倩索性拿起两根筷子 在桌子上摆成了一个钉子 您看 这一横是淮河 这一树是曹河 两者交汇之处叫做墨口 就在如今淮安旧城的北边 也叫北辰雁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那一树微微抬高 淮安旧城的地势比淮河要高 这就产生两个麻烦 一是曹河无法从淮河饮水 致使曹水不足 运输艰难 二是曹高淮低 行船在墨口入淮的落差太大 水流急促 急易轻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宋人便让曹河向西折了一段 与淮河平行 叫做李运河 并在上面修了五道车船坝 然后 于倩拿起第三根筷子 放在那一横的下方 近乎平行 但是微微斜抬 左边尽头 与一横的左端相连 他又拿起几个古质小块托 依次横在了筷子中间 这叫燕带 上面有斗门来控制水量 李运河上 一共有五处燕带 分别叫做 人 义 礼 智 姓 这五坝自东向西 把运河分割成数个河段 比如说 您行至人段 河物会把一段的水 调至人段 保证水力充沛 等你进入一段 再把人段和里段的水 调过来 这么层层调节 互相借用 可以确保每一段的蓄水 都足够运转 于倩的食指 缓缓顺着第三根筷子 朝西边滑动 并在与怀河筷子交汇处停住了 而且这五坝的高度 是逐级下降的 等曹船走到怀音的清口时 水位高度已经与怀河齐平 这时候再入怀便极无风险了 从五坝建起之后 墨口逐渐荒废 大家都该走里运河入怀了 朱瞻基沈氏桌子上摆的这三根筷子 大为赞叹 他想了想又问道 可燕带应该都是高出水面的吧 固然蓄水方便 船怎么过去 公子能够想到此节 说明是用了心思的 永乐十三年之前 曹船过怀 都是先在五坝之前 把货物都卸掉 货物靠车马 录运到清口 空船 靠嵌弓 拖叶上坝 那五坝的坝顶 皆用草泥软腹 不致损伤船底 空曹船 就这么一坝一坝盘过去 抵达清口之后 重新装货 再入怀河 朱瞻鸡惊叹一声 好家伙 为了减少风险 却要大费周折 光一条曹船过怀盘坝 那就得消耗 这许多时辰与人力 每年几千条曹船过怀安 耗费只怕是海量 这些成本 都是朝廷的负担 朱瞻鸡便有些急了 然后呢 如此转运 确实耗费极大 到了永乐十三年 曹运总兵官陈轩 决定独辟西境 凿通一条新河区 叫做青江浦 青江浦从旧城南边 斜着西上 绕过新城西北角 直连至清口 这条运河引的是 洪泽湖水 不需艳带调节 从此以后 曹船从宝印北上 可以直接沿青江浦入怀 一不用陆路转运之劳 二不必盘罢之苦 若不是如此 只怕京城迁都会被耽搁 他把第四根筷子搁下去 从那一束的中段 向西北方向斜割 与一横的末端相交 于是整个淮安的曹印水系 便清清楚楚地显示在了桌面上 朱瞻基听到这里 暗暗点了点头 陈轩他自然是听过这名字的 是永乐皇帝赤丰的平江博 看来祖父真是有识人之名啊 陈总兵能够在淮安坐镇至今 一是建起来青江督造船场 二就是因为这条青江浦的开凿难 等一下 你说平江博就在淮安 对啊 他的曹印总兵衙门就在新城里头 那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一下 公子 您忘了我是怎么叮嘱的吗 不要心怀侥幸 不要见官 朱瞻基有些恼火 我又没说我去 你们谁去试探一下他的立场 万一他没参与阴谋 咱们岂不是就有助力吗 身为太子 他每次一见到官府 都要战战兢兢避改 实在是憋屈得紧 朱瞻基觉得 其实只要有哪怕一位官员 确认没有被收买 路上的辛苦就会省掉大半 尤其如果陈轩没有参与阴谋 那曹禄可以说是一片坦途 陈轩做过什么事情 难道公子你忘了吗 于谦严正地指出 朱瞻基当时没了声音 在建文帝在位之时 陈轩是京城江防水师的统领 燕军一渡瓜州 这陈轩果断率水师投靠朱地 令长江防蟹为之遁开 以致金陵被迫开城 永乐皇帝念及他的功绩 封为平江伯 于谦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这人呢曾叛主投敌 难保不会有第二次啊 他们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朱瞻基颇为不甘 可又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 只好兴兴地抓起杯子来 把最后几滴酸梅汁一气喝完 重重地搁到桌面上 吴定员看看屋外的天色 催促着赶紧走 于是众人起身结了账 走到外面大街上去了 他们适才争论的激烈 并未注意到面铺的后厨 供着一座神龛 这神龛里头 是一尊端坐在白莲台上的米勒佛 此时夜幕微降 滑灯出上 旧城里一片轩腾繁盛 乐器与酒令声此起彼伏 这里比扬州少了一丝雅致奢华 却多了几分市井活力 淮安城的正街其实很狭窄 巷子却十分密集 走上十几步 身边就会出现一条岔路 犹如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 他们花了好一阵子 才算穿过整个老城区 从西门走了出去 虞谦的打算是 先到新城寻个旅店落脚 让苏京熙给太子治疗建商 他和吴定源去寻船 毕竟和曹运相关的衙航 都设在了新城 曹运走青江浦 可不是一路畅通 中间有数道水渣 需要挨次穿行 所以他们即使选定了船 也不必急着上去 可以悠哉悠哉的等船过完水闸 再登船不迟 淮安旧城和新城之间 是一条宽约两里的狭长荒地 这说来也怪 旧城繁华 新城严整 两城之间人员往来极为频繁 按说这一块家地 应该是众人争抢的上好地段 事实上却荒凉无比 就连贫民窝棚都没有一座 只有一条平整土路连接两边城门 在土路南边的路旁 处立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小庙 说是庙 其实更似一座大堪 既无山墙也无中骨 只是孤零零的一座 歇山窍岩殿 方门双窗 殿前摆着个香烛台子 看肥鸡在台子下的竹笛 香火应该还不错 这庙怎么看着那么古怪 于谦解释道 这里供奉的是金龙四大王 他本是一个叫谢旭的读书人 排行第四 听说援兵攻破临安之后 他愤然投水而死 后来红武皇帝与援军大战于吕梁红 谢旭突然显灵 大败援军 于是 红武皇帝封他为金龙四大王 成为着黄河辅主 曹河之神 曹运沿途都有供奉他的庙宇 一个浙江投水的人 怎么跑到吕梁红去显胜了 再说 这庙也忒寒酸了 殿下有所不知 其实在淮安城里 有三四座规模颇大的金龙四大王庙 这座小庙 其实是叫做四大王歇庙 这庙还在冲小庙 中他还在冲想中 是 感谢观看